其實最初我認識這個 我本身也是扶輪社的社友 11年前參加扶輪社 也是成為社長 就是獨立扶輪社社長 後來就應邀一位1965年 就是80多歲的一位扶輪社 很資深的另一個前社長 就邀請我去做一個新社的advisor 那個advisor就透露說扶輪衛星社 就認識了Victor和Amanda 就是林麗儀中醫師 Amanda就給了一個很強的訊息給我 就說她有辦法可以處理慢性病病 例如是糖尿病 我聽到就很震撼 因為我覺得在我認識裡面 糖尿病不能醫治 只要等死而已 或者控制著吃藥 吃西藥就越吃越差了 我聽到的就很恐怖 就是腳爛或者眼睛都看不到 聽到有方法可以處理到 於是我就想邀請她去認識我一些朋友 因為我年紀就接近60 所以我的朋友都有很多是糖尿病的 因為這樣而開始了 就是和林醫師去見一些我認識的人 後來她就告訴我 說我其實可以年輕十年 聽到我是貪美的 所以我聽到就被她吸引到 就是說她試一下接受她的提議 她就說兩樣東西 一是針灸 還有一些健康產品 健康產品我就沒有什麼特別想法 不過她有一次就約我說 就是說我那天要參加一個 四十五公里的通宵的行山活動 那天應該是由麥利豪敬的第三段 走到第八段 應該是九月三十號 就是國慶那晚 凌晨十二點開始的行山 快的人可以那四十五公里走七八個小時 我們這些慢的就十一二個小時走完 那天她就說想給我一些產品 我就聽她趕上來這裡 誰知道原來上來這裡就叫我見美娜 美娜就 就是我們都是很casual地聊天 就是很閒談地 我記得坐在這個位置的時候沒有空房 那我的右腳的 其實我有右腳的 左腳右腳應該是左腳 不記得左還是右 總之有一隻腳指貢 那時候下的閘子就夾傷了 二十幾年 她就幫我用Nitro Extreme 就是用手慢慢敷一下腳指貢 今天她有一些能量治療的方法 那就好了 就是我後來想回頭 好像沒什麼再痛了 就是本來我一跑步跑到十公里 如果二十公里開始會痛 就是有點夠患 那我也很感激 但是那天呢 就叫我買產品 我就不想買了 因為我覺得 我也沒有準備來買 我打算去送 就拿兩包去吃 試一下 但是呢 當日 林醫師就很夠膽 就說 給我一個月 那個健康三角組合 不收我錢 吃完 就有效才給錢 但是後來過了兩個星期 她都追我拿錢 但是呢 但是我當時那一刻就很感動 還有呢 我心也是想給錢的 因為我覺得都沒有理由 拿了別人的東西 雖然我不是很有錢 因為我 可能我捐錢太多 或者公益太多 我就不是剩很多錢 就是沒有錢 但是我就是真的 我心就不是想欠錢的 那當時我就很聽話的 就跟著 林醫師所說的 就是每天早上 Nitro Extreme 和那個Sunwise 那中午一館 Nitro Extreme 夜晚就是 Nitro FX 再加魚油丸這樣 那接著呢 大概一個月左右 就 他就約我見Samson 家明 那時候我就 因為對產品有信心 為什麼有信心呢 就是因為 吃了之後 人都覺得 感覺是挺好的 那時候我就 就是 真的 真的 買了大套組 那大套組 就 對我來說最大的 感動應該是 11月 11月1日 我是參加危險者的 有一次練習 我和另外三個組員 約了 我還記得那天約了 在鑽石山自連靜 已經拍了一些集體照 因為我們放了上網去籌款 其中有個組員 他又有事 就不可以走的 那我們就三個 就是我和另外兩個 走第三段物理路徑 就是雞公山那段 又的 不談咬 一直去到 去到水浪窩 那段 因為經過 有個雞公山 還有那段路 就是十段物理路徑之中 最難走的三段 其中一段 就是大會就說 三顆星就是這一段 和第四段 馬鞍山 和第七段 這段我通常是兩個小時45分左右 就是大約10公里左右 那天可能和兩個年輕人在一起 也有可能我真的吃了幾包 Cayani的Sunwise 我想兩個因素都有 但是我覺得Cayani是有幫助的 一路走 那些人呢 譬如 又 北談咬上那個 牛耳石山那裏 通常我都要停一停的 但是那次沒有停 一路上到頂 然後中間又下 一路上 一路上雞公山那裏 有幾折的樓梯 斜路 我都沒有停過 所以那次很奇蹟地 兩小時十分 我再說一次 原先是兩小時45分 我那天兩小時十分 完成了物理徑徑的第三段 對我來說 是一生之中最大的紀錄 因為我在2006年開始接觸遺行者 2007年我第一次完成遺行者 就是每年都有一些速度上的改變 就是會一路改善 我最快 最慢那一年 第一年是40小時 完成100公里 最快那一年是25小時 40幾分 就是我的體能都不是差的 但是呢 但是其實第三段物理徑 究竟是兩小時45分 是OK的 對我來說 這個速度時間 是正常的 但是那次兩小時十分 是非常之不正常地快的 那我覺得 對於這個 這麼好的成績 我覺得Kiani 是有功勞 那 所以我一直都有信心 對這產品 那當然 我在吃了幾月之後呢 實際上都不止一個人跟我說 我的樣子年輕了 那我又覺得這件事都是 多謝林醫師 那我現在就一個禮拜都會去看 林醫師一次就是幫我做針灸的 那近一年呢 都會是 就是每一天都會準時吃 而且我會吃多個正常份量的 正如美娜所講 或者是林醫師的鼓勵 所以 我除了早上吃一包之外呢 我下午都會 譬如我上午會做健康 那我就會再吃一包 那另外 就下午都會再吃一包 那另外呢 就因為我健康三個組合之外呢 我發覺原來呢 Kiani有些好東西的 譬如呢 他是有一個 益生菌 那我每天都吃的 就是對長度好 那另外呢 那個蛋白質的組合呢 我 很快脆都已經是開始吃了 其中一個呢 就是那個 HL5 那我除了是 每天呢 就什麼時間吃呢 我多數 因為我早上做健身呢 我就會吃一包 那這個就基本最少一包 有時候會多於一包 那它有5克的糖果 那也都幫助筋骨 那我就 變成做的時候呢 就不會怕那些筋骨出問題 那樣 就是會有一個保健作用 另外呢 那個Ki20呢 我就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 因為我發覺自己 就是剛才我之前有段分享 說我的身體的內肢 連續6年 其實6年前都高的 不過6年前我買了一個磅 只知道 就是量得到 之前都是高的 高了可能20年 那 那 內肢高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 內肢高呢 就有機會造成血管 就是 堵塞和中風 剛才我之前分享過 爸爸55歲 中風死的 所以我就 擔心這件事 所以我就 處理內肢問題 那 還有我見很多朋友呢 就算是 她的樣子不是很肥 她的內肢都高的 她都試過 譬如通波仔 試過有 脂肪膏 就是脂肪膏 所以我就對於這個 健康就很緊張 那所以呢 我就想減了我內肢 那其實就是貪美 再加上要健康 所以我 又剛好 明年有90個挑戰 那我就報了名 於是就 就 晚上那一餐 就盡量用一些 用Feed 20代 去看了我那個晚餐 那 剛才我在 紅衛那裡 我也是喝了一杯 Feed 20 就沒有叫飯 雖然她給了半碗飯我 不知道 剛才這個 阿美娜給我 阿美娜給我 但是我覺得 現在我完成了我的任務 我以前六天都是 就是 待了一個晚餐 現在可能就是三天 或者四天 就是我現在都是不會放鬆 因為我知道在現代人 就是我現在這些生活 再加上這些年紀 平時的 就是需要就不是那麼多 食物的需要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徹底一點 就是 晚上那一餐 我就盡量吃少一點 那也都有一個說法 如果我們想健康 應該早上那一餐 就吃到皇帝那樣 晚上那一餐 吃個黑衣那樣 就是說 就不要晚上吃得太多 早餐又不需要吃得太少 那我早餐其實很豐富 雖然聽上去就 不是那些 外面那些 就是我很多年沒有吃公仔麵 午餐肉那些 我家裡都是十幾隻蛋 番薯 香蕉 一些水果 例如熱果 蘋果 蘋果 那樣 但是我計算過 由於我有三隻雞蛋 就 以前我試過是五隻蛋 蛋白 一隻雞蛋白 後來發覺很浪費 將蛋白 我現在最近這幾星期 這兩星期就轉了三隻雞蛋 也有大概二十克的糖 基本上每天都運動 但就不是很大量運動 只是半個小時就夠了 是的 那星期日就休息 運動就不用做足七天 做六天都夠 那我覺得六天做半個小時就好 一個星期做一天就做六個小時 即是五個小時 所以最好都是比較自然一些 足夠睡眠 那我分享這麼多 謝謝